我一睁眼的第一件事是刷牙 我老能闻见我自己嘴的臭 现在已经不仅是自己嘴的臭了 是发自五脏六腑的臭 腐败到根上了 从里往外臭 别人闻得见吗 当然闻得见 但首先知道自己臭的是我自己 当我面对电脑屏幕的时候 我都能闻到我自己呼出的臭 最早闻到这个臭是闻见了别人 是刘木燕他臭 我跟刘木燕说 我说你嘴臭 因为我们俩都是拍照的 一起投凑在一起看底片的时候 我就闻见了他的臭 他是我大哥 数码的 后来是和圆满 李林做生意 做生意公安局抓 他就把事给扛下来了 就是判三缓三 他会修相机 在监狱里边学修汽车 现在圆满是图片社的大官 李林是美国密志安州 在那生了四个女儿了 已经 他这样子是新华社外事局的 31年前移民美国 后来他们去中东玩的时候 到埃及我接待过他们 他生了四个女儿 把一个送给我当干女儿 但是女儿这东西 如果不在边上养 很难见不起感情的 送给我的那个女儿 可能因为送给我有文学天赋 在美国那个中学 一写作文就是得第一 现在已经上大学 大学都毕业了吧 我微信被封号就联系不上 有谁要认识那个李林 前一段有人用美国电话给我打 自称是李林 我没敢借 现在阶级斗争那么复杂 我怕万一是一美的特务 我从中东回来的时候 刘梅燕关着 我把我一个月的工资 给了刘梅燕的媳妇 刘梅燕的媳妇说 跟我说 他想请人打官司 但是跟刘梅燕一起的那些人 都不掏钱 我说你们做生意的时候 我不懂我也不做 我只能给你一个月的工资 别的我也做不了 以后 庄稼宾工程学院和北工大 是共建学校 推荐人到那上学 两种 一种能当兵 一种不能当兵 就是许炎病 就许光达的大儿子 是庄工院的副院长 我推荐过好多人 推荐的人 就给我钱谢我 我一分钱都没要 我让刘梅燕替我做这些事 她懂我意思 我也懂我这意思 她的女儿刘梅燕 把她的女儿送到 英国留学 每年春节 刘梅燕到现在 都来买点东西 来看我妈 但是靠着 刘梅燕这种钱 去英国留学 又回来的这个 小女孩 从来没来看过 这个表 是我那块大碟表去修 临时替我的 能泡在水里 但是很轻 我就觉得是假表 我已经习惯那种沉重的时间 那种沉变变的表 我觉得越沉 才越是真的表 才有真的表的感觉 我头老喜欢除油 我用最便宜的肥皂洗脸 我一直到我结婚之前 我没抹过任何护肤品 我前妻我耳光满 老挝爱往我脸上涂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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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费毛巾 因为我老是那样洗脸 你看毛巾 是我胡子扎的 以前我认识一女猴 喜欢我留胡子 老沫胡子 他喜欢被我炸 但是胡子一讲起来 特痒痒 我洗完点的水 还是烫的 我得加一点汗的水 我泡一会儿脚 泡脚的时候 我拉屎 拉完屎 用这个水 可以冲 我的臭屎 三十多年前 那时候自然只有成立 我去那个谁家 梁葱界 梁葱界家 梁葱界家 放了好多盆 一个盆 一个盆里都是脏水 我说这些脏水是干嘛的 他说这是浇花的 这是冲厕所的 那个是洗什么的 洗什么的 现在我这也放了好多盆 嗯 我爷那份就是 他说不是水贵 用不起 是世界上只有这么多水 人活着得吸福 吸福啊 珍惜得吸 幸福得福 谢谢观看